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两题非常可爱的这个观念性的问题 如果你单纯用高姿势去算的话那就变得很难算 好那这两个问题呢都是台北区公立高中联合模拟考的问题 有一点点小小的难度 我们来看 他说物体跟光屏的距离是160公分 那在两者中间放一个凸透镜 恰可成一个实相在光屏上 如果把凸透镜往光屏移动80公分 又可以成一个实相在光屏上 则这个透镜它的焦距呢到底是多少 来各位题目看得懂吗 现在变成是物体跟光屏都不动 那谁动呢 现在是凸透镜在动 来所以我们画一个简单的图 假设物体在这里 好光屏在这里 凸透镜在这里 好那现在呢物体跟光屏都不动 那凸透镜放这里的时候 那一开始他说成一个怎么样成一个实相 好你在中间放一个凸透镜 恰可成一个实相在光屏上 他说如果把凸透镜往光屏移动80公分 好原来凸透镜在这里 你乘一个像 接下来你把它移动80公分 又可以成怎么样 又可以成一个像呢 在怎么样 在光屏上 那考你说透镜的焦距到底是多少 好你说老师 简单 我就带数字啊 假设这个物具叫P啊 整个160 所以这里是160-P 所以我先列一个高诗是 P分之一加160-P分之一 等于F分之一好这第一个高知识 接下来等一下你把凸透镜呢 远离80公分 所以物具变P加80 相具呢就是160-P 再少80 变80-P 所以我把它带进去 物具多80 相具少80 P加80分之一 好加上80-P 好等于多少 等于F分之一 你说老师 简单 两个方程式 两个位置数 啊就开始解嘛 对不对 可是这个解起来 各位 你会发现一件事 它会非常非常难解 为什么会非常非常难解 你知道吗 因为你现在令两次相等 P分之一加160-P分之一 就等于P加80分之一加80-P分之一 各位你令两次相等以后 你发现这个等号呢 下面的分母通通都不一样 那你怎么把底下的分母消掉呢 老师简单 同乘以P 160-P P加80-80-P跟它拼了 哇 这个解起来好像很可爱的样子 这样呈开来 哇 这简直是太可怕了吧 对不对 那当然你可以去解怎么样 你可以去解P 呈开来 有用心 有耐心 有力 你真的可以把P解出来 真的可以把P解出来 可是其实这个题目呢 它其实要考你一个概念 什么概念你知道吗 考你一个概念 叫做光的可逆性 我们前面一直在讲说 物体在1.5倍焦距 成像在3倍焦距 反过来 物体在3倍焦距 成像在1.5倍焦距 老师 我懂你的暗示了 这是1.5倍焦距 不是啦 我不是说这是1.5倍焦距 我刚刚只是个比喻 举个例子 物体在1.4倍焦距的时候 你在高斯市区算 它成像会在3.5倍焦距 反过来 物体在3.5倍焦距 成像就会在1.4倍的焦距 这个呢 如果按照数学的术语来讲 叫做共二 那以这个物理的观点来看 就是光的可逆性 你要讲对称也没有关系 如果现在物体不动 光屏不动 哎呦真奇怪 物体也不动光屏不动 这两个距离都不动 竟然移动突透镜 就会怎么样 就会产生这个结果 其实我告诉你 那就表示 这个解其实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共二 这个解一定要对称 不是说这是1.5倍焦距 而是说 其实这个P 就应该是80-P 这160-P 其实就是P加80 它只是把两个角色互换 物体在这 成像在这 好反过来 物体在这 成像在这 所以这个P 应该要等于80-P 各位这样解速度就快多了 P等于80-P 移过来 2P等于80 P等于40 各位解完 快吧 迅雷不及掩耳 好 我们只是利用一个观念解 各位 解物理啊 要用观念去解 这题目就要考你光的可逆性 其实这一段跟这一段就是一样 这一段跟这一段一样 这样才会达成一个结果 物体不动 光屏不动 竟然靠移动突透镜就会成像 那P等于40 你带回去 这样焦距就可以把它解出来了 那比你令两次相等把它展开呢 这样解要来得快 所以这个题目呢 北模这个题目 它其实也要考你怎么样 考你光的可逆性 这个概念 让大家仔细思考一下 好 来 同样 我们先来看它的第二小题 这一题呢 也是北模的题目 这一题如果你能够利用观念解的话 也可以很快的把它解出来 它说物体呢 放在突透镜前 可以成两倍的实相 两倍 蛮特别的哦 什么时候会两倍 其实只有一种可能性 如果把突透镜沿主轴 远离物体十公分 则可以产生二分之一倍的实相 二分之一 这个数据也蛮特别的哦 两倍二分之一 哎有什么关系呢 好来伏笔 他说突透镜 它的焦距到底是多少 来各位 这一题我当然也可以带高试试 他说放大率两倍 所以P 这Q等于二P P分之一加二P分之一 等于F分之一 如果题目说 把突透镜远离物体十公分 物据就多时了 所以物据变P加十啊 它成像是原来的二分之一啊 所以二分之一P加十啊 所以P加十分之一啊 加上二分之一P加十分之一 等于F分之一 我可以列两个高试试 然后开始去解 解出来呢 我可以把P跟F解出来 可以 但是其实这个题目 我们可以再算得更快一点 怎么更快 各位 两倍焦距 这个两倍的实相 二分之一倍的实相 这两倍二分之一倍 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数字 这是一个特殊解 那事实上 这个特殊解只有一种 因为它是实相嘛 实相这一种 就是物体在一点五倍焦距 成像在三倍焦距 反过来 它说移动十公分 变成二分之一倍 那就表示物体在三倍焦距 成像在一点五倍焦距 这样的放大率 才是二分之一 两倍二分之一倍 这些都是怎么样 我们前面看到的特殊解 那你怎么样解除焦距呢 来各位 你再看一次题目 物体现在放着 你物体在一点五倍焦距 成像在三倍焦距 结果你把物体呢 突透镜远离物体十公分 它变二分之一倍 这个放大率 也就是说原来 你距离突透镜 是不是一点五倍焦距 后来你距离突透镜 变成三倍焦距 你原来距离突透镜 一点五倍焦距 后来距离突透镜 是三倍焦距 这一切的关键就在你远离的十公分 表示这十公分是多少 十公分刚好是一点五倍焦距 各位你原来距离突透镜 一点五倍焦距 放大率是两倍啊 你如果距离突透镜 是三倍焦距 放大率是二分之一倍啊 那你为什么从两倍变二分之一倍 那所以你把突透镜 远离物体十公分啊 所以表示这个十公分 刚好是一点五倍焦距 所以瞬间把它解完 各位十公分 就等于二分之三倍的焦距 焦距三分之二十 哎 解完了 比起你带两个高失事 这个速度要怎么样 要快很多 十公分相当于一点五倍焦距 焦距三分之二十 哎 瞬间解完 所以关键就在于 你能不能怎么样 你能不能看得懂 这些数字背后的物理意义 到底是什么 好 所以这两题呢 很可爱的北模问题 看起来好像在考高失事 但是其实不是 他在考你怎么样 考你基本观念 所以等一下呢 我希望你在讲以上 一样自己做一次 不懂的部分 再随时后来看影片 这样才能达到最好的学习效果 感谢观看